三天才委員不在 徐乃馨委員 蔣乃馨委員 蔣乃馨委員不在 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委員 不在 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 不在 马文君委員 马文君委員 不在 简东民委員 不在 徐国勇委員 不在 陈怡杰委員 不在 高金素媒委員 不在 王玉民委員 不在 林昌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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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蕭美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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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不在 現在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巡答而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禁訴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委員如有提出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落 那麼現在就討論事項 所列病案審查 議案 進行大體討論 那麼 今天上午如有委員 這個針對質詢事項 這個還要繼續在這個詢問的 也利用這個時間一併來做詢答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積壓法不會進入逐條 那麼看各位委員還有沒有這個針對積壓法的部分 或者是針對早上的這個事項 還有要跟這個相關的機關在做詢問的 來 顧委員你也要再問了嗎 你不問我就問了 好 這個我要請問喔 因為坦白講啊 這個部長您坐著聽我講一下 因為您要一起來啊 這個火勢又大了 你聽我講 因為您在答覆劉兆豪委員的時候啊 你講了兩個名詞啊 其實我深有所感 一個叫做就事論事 一個叫做籠統 這我想大概沒有人會反對 您說 不應該對您啊做籠統的指控 這個大家也應當會同意 那我坦白說啊 這個事件 在今天的這個發展啊 因為16號法務部去追究 不管是口述 不管是動筆寫的人 但是他代表法務部 這個就很嚴重 因為如果是哪一個個人的意見 我們針對哪一個個人啊 這個是一回事 但是對於一個政府機關的法律 但是這個指控 他的用詞非常之嚴厲 那麼您剛才在回答這個本院委員所提 說你在這邊罵立委 你可能說你哪裡有罵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不是不能罵 但是答覆 所以我從早上為什麼一直想要知道 因為您所用的詞的嚴重呢 我們早上都已經引述過了 您這個早上所用之詞啊 講到說製造對立激發仇恨 這個講的都是本院的委員啊 會害慘台灣 那如果我們真有類似的行為 那麼即便在主觀上的價值判斷不同 但是應該籠統的指說這些立委 我覺得徐永明非常的幸運 因為他被明確的指控了 所以他也可以有立場明確的來辯駁 但是除了徐永明委員之外 其他的委員呢 那可是很慘的就是 對我們來說很很很 就是說很寒冤莫白的 是我們被法務部用這樣嚴厲的字眼指控 我們沒有辦法去辯駁 因為我們甚至不知道講的到底是不是我們 好像有個感覺好像我也在裡面 因為這裡面講的有一些這個主張 說當然這個形容詞我是不接 得案的這些人 要把他們帶回台灣來接受偵辦 這個叫不叫救人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總是希望把人救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罪名扣到我們頭上了 就是部長今天一個早上都在講的 不要給人戴帽子 那這個帽子呢 戴在我們頭上 我們希望知道 到底他具體的事例是什麼 然後從頭到尾 針對不同的事件的發言 做了類似的發言 不管他有沒有證據 不管他正不正確 不管你們接受不接受 他都變成這些立委裡面的一部分 那只要他是這些立委裡面的一部分 那所有的這些立委的罪名都跟他一樣 這我不曉得一個政府機關啊 可以這樣去 不要說立法委員指控任何一個人 這我不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是 今天我們給了一天 這個新聞稿有沒有過度的指控 這個新聞稿的根據是什麼 我們等到現在 極貴我們提出質疑 法務部 我指的是法務部 不是部長 法務部應該要清楚說明 因為這是你們清紅皂白 說製造對立 激發仇恨 說會害慘台灣 這樣的道德指控 是誰 是顧立雄 我今天早上指出 我覺得最明確是顧立雄 我覺得最明確是顧立雄 但是雖然說我們用比較輕鬆的態度來講法務部 可是我們心裡面真的很痛 你部長可能520之後我們法務部就要亡掉了 我們法務部就要撤銷了 否則法務部不是在酒局下 法務部這個機關 不是只有你部長一個人 不是只有法務部的政務官 所以 我不曉得部長的新聞稿的時候 總是有設定的對象吧 那個設定的對象到底是誰 能不能跟我們說明一下 那請部長 所以我才會那麼寫 那趙偉要我們從一點資料找到黃國昌委員 他的質詢內容我剛剛早上也練過了 所以也證明不是我這憑空污蔑我或者是亂講 但至於講那些委員 既然沒有被點名到的 當然就不是我指控的對象啊 就像有人在媒體上說 有律師很差業的通稱或什麼 因為他有限有列明的人 我能不能容許我 我不把你當作個人 你是法務部的代表 我的對我的理解是這樣 你剛你在展場 但是我聽到你大概是 等是指誰啦 對對對對對 那你指控的是黃國昌在這個部分 那我問你 你後面的這些委員呢 包括第三段說 這些委員又把責任推給法務部 指法務部消極擺爛 那這些委員也包括黃國昌嗎 因為他是都不確定的 都不確定了 像許委員就有 他就是說法務部擺爛 所以我知道 所以很最明確是 許永明 所以我那時候早上 舉證據力的問題 但是他並沒有 在馬來西亞 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去指責法務部 但是你用這種 犯指示的說這些立委 那我要請問 你第二段第一段的等委員 跟一二三四 第四段的這些立委 然後第四段第一行的這些立委 跟第三行的這些立委 所指的立委是同樣的一群立委嗎 不一定 是不一定 所以呢 當你應該要註明說 這些立委 跟這個新聞稿的人感受 是這些立委做了這些行為 包括這三段的行為 所以你去指控這些立委 所以假設 所以讓你們覺得我們 害慘了台灣 但是犯刑不一啦 犯刑不一 那我們就 這個我不是這個法律的專家 但是就好像這個 你們這一群人 有的是詐騙 有的是殺人 有的是強奸 有的是強盜 但是我們把它通通犯稱 說你們這些人就犯了 殺人強奸強盜 跟什麼 這個這個詐騙 通通都包含在內 這樣子是 一個法務部這個機關 適合用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籠統 我用你的字眼 叫做籠統的方式 把這些立委 全部都包含在內 只要曾經有過的 就叫做這些立委 不管你這個罪名 就叫做害慘台灣 操弄民粹害慘台灣 所以我的理解有錯嗎 不是這樣 我既然你有據名的 就不是指控 我也不是說罪名 我只是表達這樣的一些 立委的一個做法 對法務部同仁的不公之不服 所以為了這樣 我是捍衛法務部同仁的 一個工作的一個正常的環境 希望他們不要收到太多 一些不必而言 就是許委員 所以許委員 是一個立委 不是這些立委 我也並沒有說他做 所以這些立委 或者說我們要去重新 要找一個國文老師 來跟我們上課 這個英文後面要不要加S嗎 為什麼問到後來變成一個立委 所以 徐永明等立委 是徐永明跟黃國昌 這第二段 然後第三段 立委一面痛罵大陸 製造對立 激發仇恨 一面要法務部向大陸 索取證據資料 那這些立委 前半指的可能是故立兩半啊 一面通索取證據資料 前面指的是很多人 可能包括我在內 因為有罵過大陸的都算 也包括可能包括法務部 包括外交部 因為譴責中國大陸啊 譴責中國政府啊 我們有痛罵中國啊 結果你這個第三段 這些立委是 本院一百一十三位立委 這個答案 有些在有的地方是指一 在有的地方是指一百一十三 這個痛罵大陸啊 製造對立激發仇恨是指的本院 不是所有人都在場 要在場的就算 那在場的是誰 在場的我跟你講有誰 很確定有一位在場 是本院的蘇院長在場 因為他主持會議 很明確的指責的 就是本院的蘇院長 至少有這一位 在場的才算 我也不在場 但是我也同意 我不曉得這樣算不成立 好我不曉得像顧委員有沒有像大陸 要法務部向大陸索取證據資料 我也不曉得他說的算不算 符合黨大陸索取證據 也沒有說大陸證據不具證據能力 所以你這個部分到底指的是誰呢 我並沒有明確指說是 並沒有明確就是說 但是有些人說 但是那時候在寫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都不知道在指誰喔 我不確定的我就不寫啊 不是不是你我是說法務部 法務部你們在寫在裡面 那個新聞稿在指控立法委員的時候 腦子裡面沒有先想好 先收集資料 先收集證據 做很明確知道 今天 害慘台灣的這些立委 有哪些罪行 哪些言論 非常之具體 所以我法務部做了這個指控 所以你們不知道 所以你們做這樣的指控 那我很多案子被你們這個 我有些案子被你們這個地檢署給我起訴啊 說我妨礙名譽啊 是憑什麼啊 這個很有趣了 我有個案子被起訴說妨礙名譽啊 說因為我事前這個查證 要證明自己有查證 你們都不用查證 法務部都不用查證 你們就對我們立法院指控啊 都不需要嗎 那立委是什麼 這些立委是什麼意思 來來來我們請法務部 來 部長請坐 法務部哪一位啊 可以替法務部除了部長之外 來說明這個新聞稿 有部長可以說明嗎 法務部哪一位 來來來請陳次長 那個也許部長 那部長在這個司法委員會 這個新聞稿不是法務部部長署名啊 這是叫法務部新聞稿 我再一次陳次長我再一次強調 我今天因為是法務部的新聞稿 這個是代表這個機關 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二級機關 法務部所發出的新聞稿 所以我要請問法務部 在提出這個指控的時候 你們手上的證據 或者是說你們的資料是什麼 今天從這個是16號前天啊 發了這個新聞稿 到今天已經第三天了嘛 你們就算事先沒有準備 不是針對特定的立委 不是針對特定的 好那我們 所以就是犯稱 犯稱所有的立委 或者是你自己去等立委 徐永明在等這些立委嗎 不是嘛 就徐永明在內的這些立委嘛 對不對 我這個解釋沒有錯吧 徐永明在內的這些立委 不是徐永明立委 所以不只一位嘛 有幾位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說徐委員嘛 他說這些立委 那這些立委呢 顯然 如果我們照一般的這個 國文的這個 演 推演就是 指著前面的徐永明等立委 後面才會有這些立委 因為他後面沒有再另外多加描述 就是徐永明等立委 然後這些 那如果照你們的說法 我部長代表法務部的說法 徐永明等立委 就是徐永明跟黃國昌 可是呢我們發現 這些立委又把責任 推給法務部 那顯然黃國昌沒有把責任 推給法務部啊 黃國昌的發言是要求說 政府口徑要一致 大家要團結啊 因為至少 又質疑這個證據力 可是徐永明跟黃國昌 好像沒有有類似說什麼質疑 這個大陸的證據力的問題 所以到底你們這個前後的邏輯 跟這些立委 等立委到底指的是誰 所以我在一定不只是一個 否則就是徐永明 對不對 那是誰嗎 還是沒有登對特定人啦 因為在執行中 就是犯指所有的人 也不是所有啦 所以自己回去檢討 就我們自己要回去扪心自問 所以我們有沒有犯了類似的這個罪名 如果沒有出來 我們就要跪在這個立法院議事 我們的議場前面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啦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害慘台灣操弄民粹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叫你叫立法委員自己去 一個一個去澄清說 應該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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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一個一個去承認說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你們法務部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就指了徐永明 對不對 徐永明等立委 那徐永明等立委 這個等包括哪些人 我要的就是這個答案 很簡單 我要的就是這個答案 沒有特定人啦 沒有特定人 不可能沒有特定人 沒有特定人就更嚴重 沒有特定人 照剛才部長代表法務部的答覆 這個沒有特定人會包括立法院 幾乎所有的委員在內 不會啦不會 怎麼會不會 我絕對不跟你這個扯爛屋 這些立委名單交出來 然後要提具體的事 請回 好各位同仁還沒有發言 沒有發言 我們就處理臨時提案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以獲取最大的盤盤空間 然近幾日法務部之發言 旅以具高度政治性 原本會見請行政院 因指定由陸委會代表 五方政府進行協商 提案人段一康 由美女孤立雄 周成敏 蔡玉瑩 宣提文 我們這個建議是向行政院提出建議 那麼行政院是否採納 請行政院斟酌 因為行政院在先前我們看到 行政院由張院長所主持的會議 做了一個決定 我們當然不知道 這個決定是怎麼做成的 因為我們也沒有參與 但是在這個決定 在這個會議中決定談判 但是我們認為 事件發生到今天 陸委會的 對不起法務部 法務部去談判 由陸委會改成法務部 法務部對跟其他相關機關的態度 的不一致顯得非常的突兀 所以建議行政院 能夠重新思考 作為指派 由原來負責的陸委會 繼續代表去談判 這個我們本會做成決議之後 送行政院參考 等法務部的資料 送到我們今天這個主席台來 我們再來做處理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個法務部有一個回台 我國處理經過 這個是我們在提案C的要求的第二項 我們現在等第一項跟第三項能夠送來 好我們現在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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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